今天我给大家演示赛娜格尔维亚 带腿脱的一个无形冲的一个小桌板 这个小桌板的话都是无数安装 但是呢我们是要把后面的座椅 这里都是要破点皮的 安装的话我们把下面这个扣子 皮套拿下来 这两边的拉力跟它拿起来 我们跟它翻上去 翻上去的话等会我们用 跟它固定好就OK了 然后之后呢我们这个 这块支架是固定上面的 这样插进去固定的上面的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 这个像一个漆字形的 漆字形的螺丝 我们首先跟它把这个螺丝固定上去 固定好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有配六个这样的一个 特制的一个螺母 我们是要用到它的 这个螺母的话我们两边的骨架 这里都是有一个原车骨架 这里到时候我们把这个 这个放进去之后呢 这一块螺母的话我们塞进去 螺丝对着跟它锁进去两边加紧的 我们首先这个机器螺丝我们勾到上面 这样勾好 我们先不要跟它拧紧了 等一下我们最后再拧紧 我们这上这边的话 上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我们固定这个支架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过了 有配这个小垫块 然后这个比较很长的这个10号套 10号那个外面溜角的一个螺丝 我们长的这边是朝里面的 如果是这样装的话 那到时候位置是不够的 看到没 我们要反过来装 把手塞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这个支架的话 我们是上到这里的 这里会是最好的 由于这里就有线速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线速全部跟它拿下来 这个已经拿下来过了 拿下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支架就让固定上去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卡后 都卡在这些孔位上面 卡进去都可以了 我们这里这个支架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这个小方块 放在这里面 这个螺丝对着穿过去 把这个小方块对着 给索紧都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长的这个螺丝 这个特质的这个螺丸 从这个孔对着位置 从这个孔 这个有点不好穿 不好锁 因为我们必须要做长 从上面穿下去之后呢 对着位置我们螺丝 从不穿过去 就锁紧都可以了 好 好上去之后呢 我们用按手 我们把它整个加倍一下 凝点 然后我们支架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是 我们是有配那个一队的 那个海绵在里面的 这两个海绵的话 我们是有分左右的 这个凹槽 是朝朝里面的 这样不是不是朝外面的 是朝里面的 我们 跟它塞到 这个的底下 我们跟它直接塞到 塞到最上面 我们塞到这个位置之后 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我们也不要太下了 太下了的话是不行的 然后拿你拿上去 然后我们就 把这个小竹板 把这个腿拖啊 就上到这个位置上面的 上面上面有个细节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上的时候 我们这里都拿下来的时候 我们这里是螺丝 它会这个胶啊 它会把这个螺丝 这个盖板 螺丝捆会挡住一点点 然后我们用这个剪刀 然后把这里修一个口出来 就可以了 这两个螺丝孔 我们已经修建出来的话 然后我们腿头 这里不是有挡住吗 对不对 我们这样盖下来 这里不是有挡住吗 我们要在这里开两个孔 对于这个螺丝 这里开两个孔 方便我们就要支架 从这里穿过去穿螺丝 不然的话 你这样上好之后的话 你这个是哪边去的啊 我们必须这里穿两个孔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螺丝 这个腿头的螺丝 把它固定上去 座椅上面对准 里面的支架螺丝孔 再开四个小口 对上去 对 对 加快 有些玩法行嗎? 我们整体的小桌板呢 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呢我们取电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的是从我们的保险盒那里取电 第二种呢 我们是从这里取电 这里取电的话就是要破线 或许我们可能会升级去做一个无损插头去对插的 然后呢如果说不需要不想破线的话 我们这个直接走到咱们这个方向 底下那个保险盒 从保险盒那里去插ACC就OK了 小路把我们已经安装完毕了 我们来看看 再次复养一下